Hello,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是我们Money IC设计进阶实践课谈的第一课 我们上一次的课程主要介绍了Money IC设计的一个入门课程 讲解了Candence软件的一些基本使用和反证方法 然后还有包括Caliber验证软件的一些基本的使用 和后反证的一个大概的一个IC设计流程 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进入我们的Money IC设计实践的一个进阶课程 我们这个进阶课程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进阶课程的一个PPT 今天这节课程我们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IC设计进阶的一个整个课程的全部内容 就是从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开始 然后到我们的GMID的一个设计方法的一个介绍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BandGap的一个设计 包括原理图设计和版图设计 然后到LTO的设计 还有我们的全插分运范和我们的有源RC低通滤泡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设计流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个IC设计课程的一个主要课程内容 这是我们的目录 从下面六个方面来讲解一下我们整个课程的所有的一个内容 首先是我们的低功耗南亚Transfer系统的一个系统结构的一个介绍 这是我们的第一课和我们的一个整个课程内容介绍 这是第一课 然后第二章的内容呢 是我们的CMOS有源工艺和无源器件的一个介绍 然后第三章的内容呢 我们会介绍一些现在比较实用的一个设计方法 就是GAMU出ID的这么一个设计方法和设计理念 然后呢 还有这个包括这些GAMUID的这个需要得到的这些精力管模型的一些曲线的一些反征 我们会反证出所有的这个不同勾到长度下面的这个经济管的一个曲线特性图 然后用这些特性图来指导我们的这个模拟IC的一个设计 我们的后续的课程里面可能不会完全按照这个GAMUID的一个设计方法来进行我们这个模拟电路的一个经济管尺寸的一个设计 但是我们会借鉴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计理念 第四章呢 是我们的Band Gap电路和版图设计 Band Gap电路的反征 包括直流反征 交流反征 稳定性反征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各个工艺角的一些可靠性设计 接下来呢 会做Band Gap的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版图设计 包括DRC LVS 整个流程 以及我们的计程参数提取和后反征方法 第五章内容呢 是我们的LDO电路设计 和相关的那个版图设计 然后第六章的内容呢 是我们的模拟电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应用吧 就是做一个有源RC的一个低通滤波器 这里面呢会包括有一个全差分的一个运算放大器的一个设计 和这个运算放大器的版图设计 然后呢 还会有个四阶的窃壁雪敷 低通滤波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设计过程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无线通信里面的一个低功耗南亚的一个 射频收发系统的一个结构 这个设计收发系统呢 包括一个接收通道和我们的发射通道 同时还包括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锁线环的一个系统在里边 然后除此以外呢 还会包括一些数字的接口 包括SPI的接口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寄存器的一些反问控制 此外呢还有包括电源管理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band gap和我们的这个LDO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里边 这个设计进阶课程里边呢 主要介绍到的是一些低频模拟部分的一些电路设计 这里面包括电源管理部分的一些band gap和我们的LDO 然后还有中频信号处理部分的带通滤波器啊 或者是低通滤波器的一个设计方法 我们整个这个低频号南下系统呢 我们在这门课程里面可能不会去详细的去介绍它各个部分 怎么去设计 这里面呢我们大概只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现阶段所设计出来的这些 地平模拟电路用在哪些地方 就是在我们整个收发系统里边 它用在哪些地方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Transivo的一个系统指标 这个系统指标呢一个是包括它的一个工作频率 工作频段从24002兆到2480兆的一个频率范围 然后是它的这个阵胶上面屏的一个发射机的一个参数 输出功率是4dBm 然后还有一个输出功率的一个增益控制范围 24个dB 然后呢下面呢是一个增益控制的一个布进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输出设评信号的一些演模板 就是对带外的一些干扰信号啊 或者是一些泄漏信号的一个指标要求 然后下面这个表格呢是我们的这个低光号南亚的一个接收机的一个系统指标 接收机的灵敏度呢设定的是-84个dBm 然后最大输出的信号的话大概是在-10个dBm左右 然后呢还会有一些相邻性道的一些选择性啊 或者是一些看阻塞特性 然后这里边的话呢就涉及到我们这个低通滤波器 或者是中频的一个带通滤波器的一个性能指标的一个设计了 然后还有包括对这个镜像频率的一个抑制特性 还有呢就是对带外干扰信号的一个抑制特性 就是带外干扰信号阻塞信号的一个抑制特性 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完整的一个设评收发机的一个系统级的一个指标要求 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整个系统指标要求会分解到我们这个 整个设评收机里边的所有的模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设计上面 包括低造成放大器 混屏器 然后中频滤波器 然后以及我们的中频的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 或者还会包括一个自动增益控制 自动控制环路 以及我们的这个中频的AD和DA 然后呢发射部分的话呢 我们的DAC和我们的放大器 地通滤波器 还有这个正交上变频器和我们的这个功率放大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参数性能指标要求 以及此外呢还有我们对整个索性滑岸的一个频率范围啊 或者是参考频率啊 渐渐频率啊 以及它的一些相位造成指标的一些性能要求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第二章的课程内容呢 是会介绍到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软件平台里面所会用到的这个 有源晶体管 MOS晶体管和BJT 然后电阻 多晶电阻 扩散电阻 以及我们的这个MRM电容和MOM电容 以及平面螺旋电感 等等这些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个介绍呢 是使我们对这个整个工艺啊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然后认识到我们的这工艺里边 各个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 它大概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它有哪些参数可以去调节和改变 然后就是说 我们的包括我们这些电感电容的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密度范围啊 或者电感的一些尺寸范围啊 尺寸大小啊等等 这些有源和无源器件的一个大概的介绍 这是我们第二章的要讲解的一些内容 然后从第三章开始呢 我们可能就会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GM出ID的一个设计方法和一个设计理念 那这个设计方法呢 是应该也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工艺节点越来越小的以后 传统的这种基于RG模型啊 或者是简单的一个MOS管的模型 或是缠勾到器件的一个模型来计算出来的这些参数值的话 跟我们的实际器件的一些性能差异非常的大 所以呢就引申出来了这么一种新的一个设计方法和一个设计理念 它的主要的一个设计方法和设计理念呢 就是首先是通过一些扫描 就是电压或者是晶体管尺寸的一些扫描 然后得到我们这个不同的晶体管的它的一个特性曲线 就是在不同勾到长度下面它的一个特性曲线 然后所有这些特性曲线呢 都是以这个GM除以ID作为我们的横坐标 这些特性曲线比较重要的几个呢 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晶体管的一个阶值频率 和我们的这个GMID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曲线图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本征增益 就是一个CMOS晶体管它的一个增益 GM乘以它的这个R0也就是输出组看 然后它的一个本征增益和这个GMID的一个曲线组 然后呢还有一个特性曲线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流密度曲线 也就是ID除以这个晶体管的那个宽度 然后得到的这么一组曲线 然后我们呢主要的一个设计理念设计方法呢 就是根据这些这些设计的一些扫描出来的一些特性曲线啊 来选择合适的这个GMID值 然后找到对应的它的特征组看啊 或者是对应的一个增益 本征增益 或者是一个对应的一个电流密度值 然后来确定一个最佳的一个晶体管的一个尺寸范围 这个呢我们首先会大概简解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设计理念和设计原理吧 然后后面呢我们在Candons这个软件下面 我们会反证出我们的这个每个晶体管的它的一个 这三个特征曲线图 然后这里面呢反证的话会用到我们的这个Ocean脚本 也就是用Ocean脚本来反证这个特征曲线图 然后包括怎么去画这些特征曲线在这个Candons里面 这是我们第三章的一个内容 在后期我们的电路实际设计过程中呢 可能会用到一些GMID的一些设计理念 可能不会完全按照它的一个设计流程和设计方法来做 但是呢我们会借鉴它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理念 包括晶体管的一些勾到长度的一些选择啊 或者是勾到宽度的一些选择啊 在这上面呢会对这个GMID的一些设计方法 会有些借鉴的一些设计 然后第四章呢是我们的这个实际电路设计 也就是我们的电源管理部分的一个参考电源 参考电压源的一个产生电路 也就是band gap电路 它产生一个恒温的一个电压源 一个恒温的参考电压 这个参考电压呢大概是在1.2V左右 这个里面呢我们会首先会介绍我们这个经典的一些band gap电路的 它的一个电路结构和大概的一个电路原理 然后呢我们会搭建这个完整的一个band gap的一个电路图 电路原理图 然后这里面呢也会包括核心电路 就是产生band gap电压的核心电路 然后呢会包括我们的这个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的一些尺寸设计啊 一些参数设计 此外呢还会包括我们的整个电路的一个启动电路部分 band gap电路来说呢启动部分非常的重要 因为band gap有可能它会工作在一个没有电流的一个钻台下面 所以说启动电路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电路反正设计完成以后呢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设计我们的这个呃它的版图 这个版图里面呢包括有呃我们的这个呃BJT的一些匹配性设计啊呃电阻阵列的一些呃匹配性设计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运算放大器啊它的一些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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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会提取出它的全部计程参数 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电路的一个后反针 那么呢这个呢是我们第四章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 第五章呢是我们电源管理部分的一个吻压源 也就是LDO 这里面我们会设计到这个 带有这个动态偏制的一个buffer电路的一个LDO设计 这里面呢它包括一个基本的一个误差放大器 也就是一个运算放大器 然后包括我们的动态偏制的一个源级跟随器 然后呢包括最后的一级的这个功率晶体管 PMOS管的一个功率输出管 然后得到我们的整个输出的一个1.2V的一个电压源 那么这个电路呢我们会也是同样的会进行完整的一个电路的 一个电路原理图的搭建 然后包括各个性能参数啊 稳定性的一些反针方法和反针过程 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电路设计完成以后呢 我们也会同样的会设计我们的整个这个电路的一个版图 从电路的版图的一个布局布线开始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晶体管的这个匹配 或者是差分队的一些匹配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大电流的这个功率晶体管的 它的这个一个画法 怎么去画这个大功率的一些电路 然后使这个走过的这个金属线 画出的金属线 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电路密度的一个要求 这个是我们第五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内容 同样的这一章呢 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计程参数的提取和电路的一个后反针 然后第六章呢 是我们的一个类似于是一个应用电路吧 首先我们呢会设计一个全差分的一个运算放大器 这个全差分的运算放大器呢 包括我们的这个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那个核心部分 然后呢还会包括一个共模反馈 也就是产生一个共模电压的一个反馈电路 那么这个呢 设计完成以后呢 我们同样的会进行这个版图的一个设计 这个版图设计呢比较重要的是 这个运算放里面我们会考虑到它的一个全差分的一个匹配性 也就是说我们版图会画得非常的一个对称和匹配 然后来减小它的一个直流失调 那么同样的这个版图设计呢 包括我们的布局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进体管的一些匹配设计 然后全部的连线 然后包括Caliber的一个DRC和LVS的一个设计 然后最后呢 我们同样的会提取它的计程参数 然后来进行一个电路的一个后反针 那么我们这个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完成以后呢 我们还会再设计一个利用这个全差分运算放大器 来搭建一个四阶的有源低通RC滤波器 然后这个逆波器的结构呢 是采用这个切笔雪赋的一个逆波器的一个结构 在这里面呢这个电路设计的时候呢 低通逆波器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借助于一个逆波器的一个设计软件 而这个软件呢叫做Filt Solution 然后我们会借助这个软件来计算出所有的这些 无源器件的这个电阻啊 和反馈电容的一些 它的值的一些 它的那个大小 尺寸大小 然后我们搭建一个完整的这个切笔雪赋 四阶有源低通逆波器 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电路反针设计 然后反针出它的一个特性曲线 包括它的一个低通节止频率啊 弹类的纹波啊 然后包括这个全延时特性等等 然后呢还会再讲解到这个有源滤波器里边 怎么去实现它的一个增益控制 怎么去使它的那个具有一个增益的一个放大功能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最后一章 也就是第六章的一个 我们的电路设计的一个内容 那上面讲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课程 需要进行和讲解的 全部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需要设置一下 我们的整个这个软件平台里边啊 这个一个我们的这个设计环境 进行一下设置 就是我们这个Canada的反针环境 我们需要它工作在64比特的一个工作模式下面 因为在32比特工作模式的时候 我们这个虚拟机平台里边 它的这个缺少一个32位的一些库文件 所以说呢我们让它工作在64比特 然后使我们的反针和设计啊 能够顺利的进行进行下去 那么首先呢我们登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平台 登陆进去以后呢 我们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环境变量的一个设置 我们首先打开一个terminal 然后terminal呢这个设置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位置在哪 就是我们每次启动之前啊 这个环境变量它是会自动加载的 然后这个环境变量的文件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用户目录下面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LL然后-a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chrc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呢 会设置我们的这个一些环境变量 我们来编辑一下这个文件 vi然后把这个复制下来 然后回车 回车以后呢 我们最需要设置的呢 就是第二行的这个cdso2就是4bit 这个环境变量的一个设置 在之前的软件平台里面 这个应该是被注释掉了 这一行是被注释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把它设置成为 现在的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再把这个前面这个注释去掉 注释鞋杆注释的警号去掉 然后呢 在后面加上双引号 然后spectry 然后spectry 然后d号 然后再aps 然后再这个双引号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spectry反针器和我们的aps反针器呢 它会自动的采用这个64bit的一个运行方式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整个反针就能够正常的那个运行下去了 那么修改完成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 按esc 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首先按住shift 然后冒号 然后呢 wq 然后再探号 然后回车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 环境变量的一个设置啊 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整个课程里边 需要用到的 我们的一些电路 和我们的一个 大概的一些内容 先来大概的一个 过一遍看一下 OK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Nabular Manager 然后我们所有的电路呢 都在我们的这个 RF IC 这个 我们的这个库里边 这个库里面呢 包括我们的这个Band Gap 然后Band Gap呢 会有我们设计好的 这个电路图 会有我们设计好的电路图 同时还会有包括我们 从头到尾的 整个版图的一个设计流程 和设计过程 包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布局 布局 版图的布局 然后呢 是版图的一个连线 然后是版图的连线 连线完成以后呢 会有我们的DRC DRC验证的版图 和我们的LVS验证的一个版图 然后呢 有我们的这个反正电路 Band Gap的一个反正电路 然后同样的 我们还会有我们的这个LDO的电路 和我们的这个 LPF的一个全差分运算放大器 它一个电路设计和它的一个版图设计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低通滤波器 全部这个低通滤波器的这个电路 那么这个目录呢 我到时候会 跟我们整个课程 会打包放在我们的这个参考资料里边 然后下载下来以后呢 可以直接拷贝到我们的这个软件平台里面 然后我们课程进行的时候呢 我们会按着这个 每个电路的一个 从头到尾的一步一步的一个设计 和反正优化过程 会进行一个简解 然后呢 包括这些版图验证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面 因为所有的中间步骤 都进行了一个保存 那么可以用来做一个 练习的一个用途 那么今天呢 是我们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 全部内容了 主要呢 是介绍了一下 我们这个 模拟IC设计 进阶实践课程的一个 内容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按照 我们这个 这个教学大竿 来进行我们全部课程的一个 简解 那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